東太平洋劇中期終於開始了 已經一轉變了阿加沙之後 現在中心位置來到7.98度 北偉14度的地方 中間下址來到998 已經是一個劇中狀態了 而且開始轉向東北灣上 逐漸接近墨西哥 以墨西哥大概250公里 不過行進速度非常慢 大概兩天才會到 目前中間下址來到998 中間時速95 是我們的九級到十級採風的威力 不過它現在是熱帶風暴 明天過後 它就升級成一級巨峰 相當於我們的12到14級 而且它先走方向 偏向東北方向 而且它所攜帶的風雨 也非常的大 有可能造成 國地麻辣籍 墨西哥土石流 而且燃爛了 也有海水到冠軍 但是它在登陸之後 就慢慢點滴 因為墨西哥它散去很多 而且環境也是不太適合它 就慢慢地消失掉 會消失在墨西哥上面 至於會不會進入到墨西哥灣 是還要看到的能力 不過它目前也有可能 到達二級巨峰 是不是會這樣子 我們實際在鎖定 以後 美國巨峰 阿加薩 到底會不會成為二級巨峰呢 請去收看 主題上去開箱 謝謝大家 拜拜